大臣启信论 大臣启信论序 扬州森至楷作 夫启信论者 乃是至极大臣 圣身秘典 开示如理缘起之意 其只渊宏 继而无相 其用广大宽阔无边 与凡圣未依 重法之本 以其闻身指缘 信者至为 故于如来灭后六百余年 诸道乱心 魔邪进山 于佛阵法毁谤不停 时有一高德沙门 明曰马鸣 生气大臣穷尽法性 大悲内容随机映现 闽悟长迷故作思论 圣龙三宝众心佛日 其信未久回邪入阵 使大臣正点复显于时 缘起身理更张于后代 迷群意见者 舍职而归依 暗泪偏情之党 弃者而争凑 自习以来 久运西域 无传东下者 梁以轩亦有时 故前梁武皇帝 遣聘中天竹 摩家陀国取经 并诸法师 欲知三藏居兰南陀 一名真帝 其人少小博彩 被揽诸经 然于大臣偏动深远 使彼国王应及已浅 法师苦辞不免 便就泛舟 与驱谈及多侍从 并送苏和佛像来朝 而至未寻便之后 仅侵扰 法师秀采雍流 寒诸未吐 惠日暂停 而遇还返 岁主执经亦因贤惠 显至韶至凯潭正惠明 与甲黄月大将军 太保肖公伯 以大梁成圣三年 岁赐鬼有九月十日 于恒舟时新郡建新寺 敬请法师敷衍大臣 阐阳秘典 世道迷途 遂翻译思论一卷 以明论志 玄文二十卷 大品玄文四卷 十二英元经两卷 九十一章两卷 传语人天竹国月之首那等 知彼仁智凯等 首尾二年方弃 马明冲指 更要于时 邪剑之流服从正化 于虽凯不见甚 庆玉玄指 美其幽宗恋爱摩椅 不魁无闻 聊游提记 躺欲智者 四锤改作 大臣起信论 马明菩萨造 梁西印度三藏 法师真地义 归命尽十方 罪圣业便知 色无爱自在 就是大悲者 即比身体香 法性真如海 无量功德藏 如实修行等 为欲令众生 除以舍耶值 起大臣正信 佛种不断顾 论曰 有法能起磨合眼性根 是故应说 说有五分 云合为五 一者 因缘分 二者 利益分 三者 解释分 四者 修行信心分 五者 劝修利益分 初说因缘分 问曰 有何因缘而造此论 达曰 是因缘有八种 云合为八 一者 因缘总相 所谓为 为令众生 离一切苦 得就尽乐 非求世间名利 恭敬故 二者 为欲解释如来根本之意 令诸众生 正解不谬故 三者 为令善根成熟众生 于磨合眼法 堪任不退信故 四者 为令善根为少众生 修习信心故 五者 为世方便消恶业障 善护其心 远离吃慢 出邪罔故 六者 为世修习止观 对治凡夫 二 二 圣心过故 七者 为世专念方便 身于佛前 必定不退信心故 八者 为世利益 劝修行故 有如是等因缘 所以造论 问约 修多罗中 具有此法 何须众说 答约 修多罗中 虽有此法 以众生根形不等 受解缘别 所谓如来在世 众生利根 能说之人 色心夜甚 原因一眼 一类等解 则不虚论 若如来灭后 或有众生 能以自利 广文而取解者 或有众生 亦以自利 少文而多解者 或有众生 无自心力 因于广论而得解者 自有众生 父以广论文多为凡 心乐总持绍文 而设多亿 能取解者 如是此论 为欲总设如来 广大身法 无边一故 应说此论 以说因缘分 似说利益分 磨合眼者 总说有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 法 二者 意 所言法者 为众生心 是心则设一切 世间法 出世间法 依于此心 显示磨合眼意 何以故 是心真如香 即是磨合眼体故 是心生灭因缘香 能是磨合眼自体相 用故 所言意者 则有三种 云和为三 意者 体大 为一切法真如 平等 不增减固 二者 向大 为如来藏具足 无量性功德固 三者 用大 能生一切世间 出世间善因果固 一切诸佛本所成固 一切菩萨皆成此法道 如来的固 以说 以说立一分 四说解释分 解释分 有三种 云和为三 一者 显示正义 二者 对质邪值 三者 分别发去道相 显示正义者 一意心法 有二种门 云和为二 一者 心真如门 二者 心生灭门 是二种门 皆各总设一切法 此意云和 以是二门不相离故 心真如者 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 所谓心性不生不灭 一切诸法 唯一妄念 而有差别 若离妄念 则无一切境界之相 事故 一切法从本以来 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原相 毕竟平等 无有便意 不可破坏 唯是一心 故名真如 以一切言说 假名无实 但随妄念 不可得顾 言真如者 亦无有相 未言说之极 应言浅言 此真如体 无有可浅 以一切法 兮皆真顾 亦无可立 以一切法 皆同如故 当之一切法 不可说 不可念 故 名为真如 问曰 若如是意者 诸众生等 云和随顺 而能得入 答曰 若知 一切法 虽说 无有能说 可说 虽念 亦无能念 可念 是名随顺 若离于念 名为得入 父次 真如者 一言说分别 有二种意 云和为二 一者 如实空 已能就近显时故 二者 如实不空 已有自体具足 无漏性功得故 所言空者 从本以来 一切染法 不相应故 未离一切法 差别之相 已无虚妄 心念故 当之 真如自信 非有相 非无相 非非有相 非非无相 非有无巨相 非一相 非一相 非非一相 非非一相 非一意巨相 乃至总说 依一切众生 已有望心 念念分别 皆不相应 故说未空 若离望心 时无可空故 所言不空者 以显法体空无妄顾 即是真心 常恒不便 净法满足 故名不空 亦无有相 可取 以离念境界 为正相应故 心生灭者 依如来藏故 有生灭心 所谓不生不灭 与生灭何何 非一非一 名为阿里耶时 此时有二种 能设一切法 生一切法 云何为二 一者 觉一 二者 不觉一 所言觉一者 为心体理念 理念相者 等虚空界 魔所不便 法界一相 即是如来平等法身 依此法身 说明本觉 何以故 本觉一者 对始觉一说 以始觉者 即同本觉 始觉一者 依本觉故 而有不觉 依不觉故 说有始觉 又以觉新缘故 明就尽觉 不觉新缘故 非就尽觉 此意云和 如凡夫人 觉之前念起恶故 能止后念 令其不起 虽负明觉 即是不觉故 如二圣观智 出发一菩萨等 觉于念意 念无意相 以舍粗分别 执着相顾 明相似觉 如法身菩萨等 觉于念住 念无住相 以离分别粗念相顾 明随分觉 如菩萨的境 满足方便 一念相应 觉心初起 心无出相 以远离为细念故 得见心性 心即常住 明就尽觉 是故 修多罗说 若有众生 能观无念者 则未向佛 置故 又兴起者 无有出相可知 而言之出相者 即未无念 是故 一切众生 不明为觉 以从本来 念念相续 未曾离念 故说无始无明 若得无念者 则知心相 生 住 意 灭 以无念等故 而时无有始觉之意 以四相聚时而有 皆无自立 本来平等 同一觉故 赴赐 本觉 虽然分别 生二种相 与比本觉 不相舍离 云合为二 一者 至敬相 二者 不思一夜相 至敬相者 未依法力熏习 如实修行 满足方便故 破合合十相 灭相续心相 显现法身 至纯禁故 此云云合 以一切心实之相 皆是无明 无明之相 不离觉性 非可坏 非不可坏 如大海水 因风波动 水相 风相 不相舍离 而水非动性 若风止灭 动相则灭 失性不坏故 如是众生自信 清静心 因无明风动 心与无明 聚无形相 不相舍离 而心非动性 若无明灭 相续则灭 自信不坏故 不思一夜相者 以一致敬 能做一切 甚妙境界 所谓无量功德之相 常无断绝 随众生根 自然相应 种种而见 得利益故 父次 觉体相者 有四种大义 与虚空等 犹如静静 云合为四 义者 如实空静 远离一切 心境界相 无法可现 非觉照一故 二者 因熏习静 未如实不空 一切世间境界 昔于中限 不出不入 不失不坏 常住一心 以一切法及真实性故 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 智体不动 聚足无漏 熏众生故 三者 法初离境 未不空法 出烦恼爱 智爱 离合合相 纯净明故 四者 元勋习静 未依法出离故 便照众生之心 令修善根 随念事现 遗念事现故 所言不觉 一者 未不如实之 真如法 一故 不觉心 其而有其念 念无自相 不离本觉 犹如迷人 一方 一方固迷 若离于方 则无有迷 众生一耳 一觉固迷 若离觉性 则无不觉 一有不觉 妄想心 故 能知名义 未说真觉 若离不觉之心 则无真觉 自相可说 复刺 一不觉 故 生三种相 与笔不觉 相应不离 云合为三 一者 无名夜相 以一不觉 故心动 说明为夜 觉则不动 动则有苦 果不离因故 二者 能见相 以一动 故能见 不动则无见 三者 境界相 以一能见故 境界望线 离见则无境界 以有境界缘故 附身六种相 云合为六 一者 至相 依于境界 心起分别 爱与不爱故 二者 相续相 依于智故 生起苦乐 决心起念 相应不断故 三者 直取相 依于相续 原念境界 助持苦乐 兴起者故 四者 寄名字相 依于望直 分别假名言相故 五者 起夜相 依于名字 寻名取者 造种种夜故 六者 夜系苦相 以依夜受果 不自在故 当之 无名能生一切染法 以一切染法 皆是不觉相故 复次 觉与不觉有二种相 云合为二 一者 痛相 二者 异相 痛相 辟如种种瓦器 皆同为成性相 如是无漏 无名种种夜患 皆痛真如性相 事故 修多罗中 依于此真如意故 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 入于涅槃 菩提之法 非可修相 非可作相 必尽无德 亦无色相可见 而有见色相者 唯是随染夜患所作 非是智色不空之性 以智相无可见故 亦相者 如种种瓦器 各个不同 如是无漏 无名 随染患差别 性染患差别 故 赴次 生灭因缘者 所谓众生依心 亦 亦是转故 此亦云合 以亦阿里耶时 说有无名 不觉而起 能见 能献 能取境界 其念相续 故说未亦 此亦富有五种名 云合 亦为五 亦者 名为夜时 未无名利 不觉心动故 二者 名为转时 依于动 心能见相故 三者 名为现实 所谓能现一切境界 犹如鸣 尤如鸣 尽现于色相 现实一耳 随其五成对至极限 无有前后 以一切时任运而起 常在前故 四者 名为至实 未分别染 尽法故 五者 名为相续时 以念相应不断故 住持过去无量事等善恶之夜 令不失故 父能成熟现在 未来苦乐等报 无差为故 能令现在已经之事 忽然而念 未来之事 不绝望虑 事故 三界虚伪 为心所作 离心则无六成境界 此亦云合 以一切法 皆从心起妄念而生 一切分别 即分别自心 心不见心 无相可得 当之 世间一切境界 皆依众生 无名妄心而得住持 事故 一切法 如尽中相 无体可得 为心虚妄 以心身则种种法身 心灭则种种法灭故 父次 言义事者 即此相叙实 依诸凡夫取者转身 既我 我所 种种妄直 随事攀缘 分别六成 名为义事 义名分离时 又复说名分别事时 此时 依见 爱烦恼增长 义故 依无名熏悉 所启示者 非凡夫能知 亦非二圣智慧所觉 为依菩萨 从出正性发心观察 若正法身 得少分之 乃至菩萨究竟的 不能知境 为佛穷了 何以故 是心从本以来 自性清静 而有无名 为无名所染 有其染心 虽有染心 而常恒不变 是故 此意为佛能知 所谓心性 常无念故 名为不变 以不达义法 借故 心不相应 忽然念起 名为无名 染心者有六种 云合为六 一者 直相应染 依二圣解脱 及性相应的 远离故 二者 不断相应染 依性相应的 修学方便 渐渐能舍 得进心地 就近离故 三者 分别致相应染 依具界的见离 乃至无相方便的 就近离故 四者 现色不相应染 依色自在的 能离故 五者 能见心不相应染 依心自在的 能离故 六者 根本也不相应染 依菩萨境的 得入如来的 能离故 不了义法 借义者 从性相应的 观察学段 入境心地 随分得离 乃至如来的 能就近离故 言相应义者 为心念法义 依然尽差别 而知相 缘相同故 不相应义者 为疾心不觉 常无别意 不同之相 缘相故 诱染心意者 名为烦恼爱 能障真如根本质故 无名义者 名为至爱 能障世间自然业质故 此意云合 以依染心 能见 能献 妄取境界 为平等性故 以一切法常境 无有其相 无名不觉 妄与法为 故不能地随顺世间 一切境界种种至故 复次 分别生灭相者 有二种 云合为二 一者 粗 与心相应故 二者 细 与心不相应故 幼粗中之粗 凡夫境界 粗中之系 及细中之粗 菩萨境界 细中之系 是佛境界 此二种生灭 依于无名熏悉而有 所谓依应 依缘 依应者 不觉一故 依缘者 妄作境界一故 若阴灭 则怨灭 阴灭故 不相应心灭 缘灭故 相应心灭 问曰 若心灭者 云合相续 若相续者 云合说就尽灭 答曰 所言灭者 为心相灭 非心体灭 如风依水而有洞相 若水灭者 则粉相断绝 磨所依止 以水不灭 风相相续 为粉灭故 洞相随灭 非是水灭 无名义耳 依心体而动 若心体灭 则众身断绝 磨所依止 以体不灭 心得相续 唯痴灭故 心相随灭 非心致灭 复刺 有四众法 熏习一故 染法 净法起 不断绝 云合为四 异者 净法 名为真如 二者 一切染阴 名为无名 三者 妄心 名为夜时 四 四者 妄境界 所谓六成 熏习一者 如世间衣服 时无余香 若人以香而熏习故 则有香气 此意如世 真如敬法 时无余染 但以无名而熏习故 则有染相 无名染法 时无敬业 但以真如而熏习故 则有禁用 云和熏习起染法 不断 所谓以依真如法 故 有余无名 以有无名染法 因故 即熏习真如 以熏习故 则有妄心 以有妄心 即熏习无名 不了真如法 故 不觉念起 现妄境界 以有妄境界 染法缘故 即熏习妄心 令其念者 造种种业 受于一切身心等苦 此妄境界熏习意 则有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 增长念熏习 二者 增长取熏习 妄心熏习意 则有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 夜时根本熏习 能受阿罗汉 辟知佛 一切菩萨生灭苦固 二者 增长分别是时熏习 能受凡夫夜系苦固 无名熏习意 有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 根本熏习 已能成就夜时异故 二者 所起见爱熏习 已能成就分别是时异故 云和熏习起境法 不断 所谓已有真如法故 能熏习无名 已熏习因缘利故 则令妄心 艳生死苦 乐求涅槃 以此妄心有艳求因缘故 即熏习真如 自信己信 知心妄动 无前境界 修远离法 已如时之 无前境界故 种种方便 起随顺行 不取不念 乃至久远熏习利故 无名则灭 已无名灭故 心无有起 已无起故 境界随灭 已因缘俱灭故 心相接近 明的涅槃 成自然也 望心熏习意 有二种 云和为二 义者 分别适时熏习 依诸凡夫 二圣人等 艳生死苦 随力所能 以见去向无上道顾 二者 亦熏习 为诸菩萨发心勇猛 速去涅槃故 真如熏习意 亦有二种 云和为二 义者 自体相熏习 二者 用熏习 自体相熏习者 从无始事来 据无漏法 备有不思义业 做境界之性 依此二义 恒常熏习 已有利故 能令众生厌生死苦 乐求涅槃 自信己身有真如法 发心修行 问曰 若如是意者 一切众生稀有真如 等皆熏习 云和有性 无性 无量前后差别 皆应一时自知 有真如法 勤修方便 等入涅槃 达曰 真如本一 而有无量无边无明 从本以来 自信差别 后搏不同 故过横煞等上烦恼 依无明起差别 我见爱染烦恼 依无明起差别 如是一切烦恼 依于无明所起 前后无量差别 为如来能之故 又诸佛法有因 有缘 因缘具足 乃得成半 如目中火性 是火正因 若无人知 不假方便 能自烧目 无有是处 众生亦耳 虽有正因熏习之力 若不执欲诸佛 菩萨 善知识等 以之为原 能自断烦恼 入涅槃者 择磨是处 若虽有外缘之力 而内境法 为有熏习力者 亦不能就尽验生死苦 乐求涅槃 若因缘具足者 所谓自有熏习之力 又为诸佛 菩萨等 慈悲愿互顾 能起厌苦之心 幸有涅槃 修习善根 以修善根成熟故 则知诸佛 菩萨是交利息 乃能进去向涅槃道 用熏习者 即是众生外缘之力 如是外缘有无量意 略说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 差别缘 二者 平等缘 差别缘者 此人依于诸佛 菩萨等 从初发意识求道时 乃至的佛 于中若见 若念 或为眷属 父母 诸亲 或为给食 或为知友 或为愿家 或其四舍 乃至一切所作无量行缘 以其大悲熏习之力 能令众生增长善根 若见 若闻 得利益故 此缘有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 近缘 素的度故 二者 远远 久远的度故 视镜 远二缘 分别负有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 增长行缘 二者 受道缘 平等缘者 一切诸佛 菩萨 皆愿度托一切众生 自然熏习 恒常不舍 以同体制力故 随应见闻而现作业 所谓众生 一余三昧 乃得平等见诸佛故 此体用熏习 分别负有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 为相应 为凡夫 二圣 出发意菩萨等 以意 意识熏习 依性力故 而能修行 为得无分别心 与体相应故 为得自在业修行 与用相应故 二者 以相应 为法身菩萨 得无分别心 与诸佛致用相应 唯依法力自然修行 熏习真如 灭无名故 父次 染法从无始以来 熏习不断 乃至的佛 后则有断 静法熏习 则无有断 静于未来 此意云和 以真如法常熏习 故 望心则灭 法身显现 启用熏习 故无有断 父次 真如自体相者 一切凡夫 身闻 圆觉 菩萨 诸佛 无有增减 非前济生 非后济灭 毕竟常恒 从本以来 性自满足一切功德 所谓自体有大智慧 光明一故 便照法界一故 真实实之一故 自信清静心一故 常乐我尽一故 清凉不便自在一故 具足如是过于横煞不离 不断 不义 不思义佛法 乃至满足无有所少一故 名为如来藏 亦名如来法身 问曰 尚说 真如其体平等 离一切相 云和父说 体有如是种种功德 达曰 虽时有此诸功德意 而无差别之相 等同一位 唯一真如 此意云和 以无分别 离分别相 是故无二 负义和义的说差别 以一夜时生灭相视 此云何事 以一切法本来为心 实无余念 而有望心 不觉其念 见诸境界 故说无名 心信不起 即是大智慧光明 异故 若心起见 则有不见之相 心信离见 即是便照法界异故 若心有动 非真实之 无有自信 非常 非乐 非我 非静 热闹衰变 则不自在 乃至具有过横煞 等妄然之意 对此意故 心信无动 则有过横煞 等诸境功德 相亦示现 若心有起 更见浅法可念者 则有所少 如是尽法 无量功德 即是一心 更魔所念 事故满足 名为法身 如来之藏 父次 真如用者 所谓诸佛如来 本在因地 发大慈悲 修诸波罗密 涉化众生 立大誓愿 静欲度脱等众生界 亦不现结束 静于未来 以取一切众生 如己身故 而亦不取众生相 此意何意 未如实之 一切众生 即与己身 真如平等 无别亦故 亦有如是大方便智 除灭无明 见本法身 自然而有不思 亦也种种之用 即与真如等 便一切处 又亦无有用相可得 何以故 为诸佛如来 为是法身 至相之身 第一异地 无有是地境界 离于失作 但随众生 见闻得意 故说未用 此用有二种 云何为二 一者 一分别是时 凡夫 二圣心所见者 名为应身 以不知转时现故 见从外来 取色分歧 不能尽之故 二者 一于夜时 为诸菩萨 从初发意 乃至菩萨就近的 心所见者 名为报身 身有无量色 色有无量香 相有无量好 所助依果 亦有无量种种庄严 随所视线 即无有边 不可穷尽 离分其相 随其所应 常能助持 不悔不失 如是功德 皆因诸菩萨 等无漏行薰 即不思义薰之所成就 具足无量乐香 故说未报身 又为凡夫所见者 是其粗色 随于六道 各见不同 种种异类 非受乐香 故说未应生 父次 初发意菩萨 等所见者 以身性真如法 故 少分而见 知彼色相 庄严等事 无来无去 离于分其 唯一心线 不离真如 然此菩萨 由自分别 以未入法身未顾 若得尽心 所见为妙 其用转圣 乃至菩萨的境 见之就近 若离夜时 则无见相 以诸佛法身 无有彼此色相 叠相见故 问曰 若诸佛法身离于色相者 云何能现色相 答曰 即此法身是色体故 能现于色 所谓从本以来 色心不二 以色性及至故 色体无形 说明至身 以至性及色故 说明法身便一切处 所现之色 无有分歧 随心能是十方 世界无量菩萨 无量报身 无量庄严 各个差别 皆无分歧 而不相防 此非心时分别能知 以真如自在用意固 复则显示 显示从身灭门 即入真如门 所谓推求五因 色之与心 六成境界 必竟无念 以心无形相 十方求之 终不可得 如人迷顾 为东为西 方时不转 众生一耳 无名迷顾 为心未念 心时不动 若能观察 知心无念 即得随顺 入真如门骨 对质邪执者 一切邪执 皆依我见 若离于我 则无邪执 视我见有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 忍我见 二者 法我见 忍我见者 依诸凡夫 说有五种 云和为五 云者 闻修多罗说 如来法身 毕竟极末 犹如虚空 已不知 未破者故 即未虚空 是如来性 云和对质 明虚空 像是其妄法 体无不实 以对色固有 是可见相 令心生灭 以一切色法 本来是心 实无外色 若无色者 则无虚空之相 所谓一切境界 为心 望其固有 若心离于望动 则一切境界灭 唯一真心 莫所不便 此未如来广 大性 至究竟之意 非如虚空相顾 二者 闻修多罗说 世间诸法 必尽体空 乃至涅槃 真如之法 亦必尽空 从本已来自空 离一切相 以不知 未破者故 即未真如 涅槃之性 为世其空 云和对质 明真如法 身自体不空 具足无量性 功德故 三者 闻修多罗说 如来之葬 无有增减 体背一切功德 之法 以不解雇 即未如来之葬 有色 心法 自相差别 云和对质 以为一真如意说故 应身灭染疫 视线说 差别故 四者 闻修多罗说 一切世间生死染法 皆一如来藏而有 一切诸法 不离真如 以不解雇 未如来藏 自体具有一切世间生死 等法 云和对质 以如来藏从本以来 唯有过横煞等诸境功德 不离不断 不亦真如意故 以过横煞等烦恼染法 唯是忘有 性自本无 从无始世来 未曾与如来藏相应故 若如来藏体有忘法 而使正会永习望者 则摩世处故 五者 闻修多罗说 一如来藏 故有生死 一如来藏 故得涅槃 以不解雇 为众生有始 以见使故 父为如来所得涅槃 有其忠敬 还做众生 云和对质 以如来藏无前记故 无名之相亦无有始 若说三界外 更有众生使起者 即是外道经说 又如来藏无有后记 诸佛所得涅槃 与之相应 则无后记故 法我见者 一二圣顿根故 如来但未说 人无我 以说不究竟 见有无因生灭之法 不畏生死 妄取涅槃 云和对质 以无因法自信不生 则无有灭 本来涅槃故 父次 就近离忘职者 当之 染法 尽法皆惜相待 无有自相可说 事故 一切法 从本以来 非色非心 非智 非识 非有非无 毕竟不可说相 而有言说者 当之 如来善巧方便 假以言说 引导众生 其止去者 皆为离念 归于真如 以念一切法 令心生灭 不入时 至故 分别发去道相者 为一切诸佛所证之道 一切菩萨发心 修行去向 异故 略说发心 有三种 云合为三 一者 性成就发心 二者 解形发心 三者 正发心 性成就发心者 依何等人 修何等行 的性成就 堪能发心 所谓依不定聚众生 有熏习善根利故 性业果报 能起时善 验生死苦 欲求无上菩提 得知诸佛 清晨供养 修行信心 经一万劫 信心成就故 诸佛 菩萨教令发心 或以大悲故 能自发心 或因正法遇灭 以护法因缘 能自发心 如是信心成就 的发心者 入正定据 毕竟不退 明注如来种中 正应相应 若有众生善根为少 久远以来 烦恼深厚 虽执于佛 义的供养 燃起人 天种子 或起二圣种子 设有求大成者 根则不定 若进 若退 或有供养诸佛 未经一万劫 于中欲缘 亦有发心 所谓见佛色相 而发其心 或因供养众僧 而发其心 或因二圣之人 教令发心 或学他发心 如是等发心 悉皆不定 欲恶因缘 或便退失 躲二圣地 赴次 幸成就发心者 发何等心 略说有三种 云合为三 一者 执心 正念真如法固 二者 身心 乐及一切诸善行固 三者 大悲心 欲拔一切众生 苦固 问曰 上说法界一相 佛体无耳 何故不为念真如 傅甲求学诸善之行 答曰 譬如大摩尼宝 体性明镜 而有旷慧之狗 若人虽念宝性 不以方便种种摩制 终无的境 如是众生真如之法 体性空静 而有无量烦恼染够 若人虽念真如 不以方便种种 熏修 亦无的境 以够无量 便一切法固 修一切善行 以为对质 若人修行一切善法 自然归顺真如法固 略说方便有四种 云何为四 异者 行根本方便 未观一切法 自信无身 离于望见 不助生死 观一切法 因缘合合 夜果不失 起于大悲 修诸福德 涉化众生 不助涅槃 以随顺法性 无助顾 二者 能指方便 为惭愧悔过 能指一切恶法 不令增长 以随顺法性 离诸过顾 三者 发起善根 增长方便 为情供养 礼拜三宝 赞叹 随喜 劝请诸佛 以爱尽三宝 唇厚心 故 性的增长 乃能至求 无上之道 又因佛 法 僧力所互 故 能消业障 善根 不退 以随顺法 性 离痴障 故 四者 大愿 平等方便 所谓 发愿 尽于未来 化度一切 众生 始无有余 皆令 就禁无余涅槃 以随顺法性 无断绝故 法性广大 便一切众生 平等无二 不念彼此 就禁忌灭故 菩萨法 是心故 则的少分 见于法身 以见法身故 随其愿力 能献八种 利益众生 所谓 从兜律天退 入胎 住胎 出胎 出家 成道 转法轮 入于涅槃 然是菩萨 为明法身 以其过去 无量世来 有漏之夜 未能绝断 随其所生 与为苦相应 亦非夜系 以有大愿 自在利固 如修多罗中 或说有退 堕恶去者 非其时退 但为初学菩萨 为入正位 而懈怠者 恐不令使 勇猛故 又是菩萨 一发心后 远离怯弱 毕竟不为 堕恶圣地 若闻 无量无边 阿森 只劫 勤苦难行 乃的涅槃 亦不切弱 以性之 以切法 从本以来 自虐盘故 解形发心者 当之转圣 以示菩萨 从初正性以来 于第一 阿森 只劫 将欲满故 于真如法中 身解现前 所修理想 以知 法性体无千贪故 随顺修行谈波罗蜜 以知 法性无染 离五欲过故 随顺修行施波罗蜜 以知 法性无苦 离田脑故 随顺修行颤体波罗蜜 以知 法性无身心香 离谢代故 随顺修行毗里耶波罗蜜 以知 法性常定 体无乱故 随顺修行禅波罗蜜 以知 法性体明 离五名故 随顺修行斑若波罗蜜 正发心者 从进心地 乃至菩萨就进地 正和境界 所谓真如 以一转时 说谓境界 而此正者无有境界 为真如智 名为法身 是菩萨于一念请 能至十方无于世界 供养诸佛 请转法轮 唯为开导 利益众生 不依文字 或是超的速成正觉 以为怯弱众生故 或说我于无量阿森止结 当成佛道 以为谢慢众生故 能是如是无数方便 不可思议 而时菩萨种性 根等 发心则等 所正义等 无有超过之法 以一切菩萨 皆经三阿森止结 故 但随众生世界不同 所见所闻 根 欲 性义 故事所行义 有差别 又是菩萨发心相者 有三种心维系之相 云合为三 一者 真心 无分别故 二者 方便心 自然变形利益众生故 三者 夜时心 维系起灭故 又是菩萨功德尘满 余色就近处 是一切世间最高大身 未以一念相应会 无名顿境 明一切种智 自然而有不思意业 能限十方 利益众生 问曰 虚空无边故 世界无边 世界无边故 众生无边 众生无边故 心形差别 亦负无边 如是境界 不可分歧 难知难解 若无明断 无有心想 云何能了 明一切种智 达曰 一切境界 本来一心 离于想念 以众生望见境界 故心有分歧 以望起想念 不称法性 故不能觉了 诸佛如来 离于见想 魔所不便 心真实故 即是诸法之性 自体显照一切妄法 有大致用 无量方便 随诸众生 所应得解 皆能开示 种种法义 事故 得明一切种智 又问曰 若诸佛有自然业 能献一切处 利益众生者 一切众生 若见其身 若赌神辩 若闻其说 无不得力 云何世间 多不能见 达曰 诸佛如来 法身平等 便一切处 无有作义故 而说自然 但依众生心现 众生心者 犹如于静 静若有够 色相不现 如是 众生心若有够 法身不现故 以说解释分 四说修行信心分 世中 依未入镇定众生 故说修行信心 何等信心 云何修行 略说 信心有四种 云何为四 异者 信根本 所谓乐念真如法 故 二者 信佛有无量功德 常念清净 供养 恭敬 发起善根 愿求一切智固 三者 信法有大利益 常念修行诸波罗密固 四者 信僧能正修行 自立 利他 常乐清净诸菩萨众 求学如实行固 修行有五门 能成此信 云何为五 异者 师门 二者 戒门 三者 忍门 四者 敬门 五者 止关门 云何修行 师门 若见一切来求 所者 所有财物随力 施语 以自舍千贪 令彼欢喜 若见恶难 恐怖 违逼 随己 堪认 施语 无畏 若有众生来求法者 随己能解 方便未说 不应贪求名利 恭敬 唯念自立 利他 回向菩提 故 云何修行 借门 所谓不杀 不盗 不赢 不两舌 不恶口 不妄言 不起 远离贪疾 欺诈 产区 田会 邪见 若出家者 为者浮烦恼固 亦应远离 溃闹 长处寂静 休息 少欲 知足 偷妥等行 乃至小罪 心身不畏 惭愧改悔 不得轻于如来所致境界 当户疾贤 不令众生忘起过罪顾 云何修行忍门 所谓应忍他人之脑 心不怀抱 亦当忍于力 衰 毁 欲 撑 击 苦 乐等法顾 云何修行进门 所谓于诸善事 心不懈退 励志坚强 远离切弱 当念过去久远以来 须受一切身心大苦 无有利益 事故 应勤修诸功德 自立 利他 肃离重苦 赴赐 若人虽修行信心 以从先世来 多有众罪恶业障故 为魔 邪诸鬼之所恼乱 或为世间事物种种迁禅 或为病苦所恼 有如是等众多障碍 事故 应当勇猛精勤 昼夜六十礼拜诸佛 诚心忏悔 劝请 随喜 回向菩提 常不修费 的免诸账 善根增掌故 云和修行止关门 所言止者 为止一切境界相 随顺奢摩他关一故 所言观者 为分别因缘生灭相 随顺皮波舍那关一故 云和随顺 以此二意渐渐修习 不相舍离 双限前故 若修止者 住于近处 端坐正义 不一气息 不一行色 不一于空 不一地 水 火 风 乃至不一见 闻 觉 知 一切诸想 随念皆除 亦浅除想 以一切法本来无相 念念不深 念念不灭 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 后以心除心 心若持散 即当舍来 住于正念 使正念者 当之 唯心 无外境界 既赴此心 亦无自相 念念不可得 若从坐起 去来 静止 有所失作 于一切时 常念方便 随顺观察 酒席纯熟 其心得住 以心住顾 渐渐猛力 随顺的入真如三昧 深浮烦恼 信心增长 速成不退 为除疑惑 不幸 诽谤 重罪 业障 我慢 懈怠 如是等人 所不能入 父赐 依如是三昧故 则知 法界一相 为一切诸佛法身 与众身身平等无二 即明一行三昧 当之 真如是三昧根本 若人修行 渐渐能生无量三昧 或有众身 无善根力 则为诸魔 外道 鬼神之所或乱 若于坐中 现行恐怖 或现端正男女等相 当念为心 境界则灭 终不畏恼 或现天相 菩萨相 亦坐如来相 相好俱足 或说陀罗尼 或说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或说平等 空 无相 无怨 无怨无亲 无因无果 毕竟空计 是真涅槃 或令人之宿命 过去之事 亦知未来之事 得他心智 便才无碍 能令众生 贪着世间名利之事 又令使人数田 数喜 性无常准 或多慈爱 多睡多病 其心懈怠 或促起精进 后便修肺 生于不幸 多疑多虑 或设本慎行 更修杂业 若这世事种种千禅 亦能使人的诸三昧 少分相似 皆是外道所得 非真三昧 或复令人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乃至七日 注于定中 得自然相美饮食 身心事悦 不饥不可 使人爱着 或意令人 时无分歧 乍多乍少 颜色变异 以事亦故 行者常硬 智慧观察 勿令此心 堕于邪网 当情正念 不取不着 则能远离 世诸业障 应知 外道所有三昧 皆不离间 爱 我慢之心 贪着世间名利 恭敬故 真如三昧者 不住见相 不住的相 乃至出定义 无泄慢 所有烦恼 渐渐微薄 若诸凡夫 不习此三昧法 得入如来种姓 无有是处 以修世间诸禅 三昧 多起位者 依与我见 系属三界 与外道共 若离善之事所护 则其外道见故 赴次 精情专心修学 此三昧者 现世当得十种利益 云和为时 一者 常为十方诸佛 菩萨之所护念 二者 不为诸魔 恶鬼所能恐怖 三者 不为九十五种外道 鬼神之所祸乱 四者 远离诽谤 甚深之法 众罪业障 渐渐为薄 五者 灭一切疑 诸恶绝观 六者 于如来境界 性的增长 七者 远离幽悔 于生死中 勇猛不切 八者 其心柔和 舍于娇慢 不为他人所恼 九者 虽未得定 于一切时 一切境界处 则能减损烦恼 不乐世间 十者 若得三昧 不为外缘 一切因身之所惊动 赴赐 若人为修于止 则心沉默 或其懈怠 不乐众善 远离大悲 事故修观 修习观者 当观 一切世间 有畏之法 无得久停 虚于变坏 一切心形 念念身灭 以事故苦 应观 过去所念诸法 恍惚如梦 应观 现在所念诸法 犹如电光 应观 未来所念诸法 犹如鱼云 忽耳而起 应观 世间一切有生 悉皆不尽 种种会污 无意可乐 如是 当念 一切众生 从无始事来 皆因无名 所熏习故 令心生灭 已受一切身心大苦 现在 即有无量逼迫 未来所苦 亦无分歧 难舍难离 而不觉知 众生如是 甚未可明 做此思维 即应勇猛 立大誓愿 愿 令我心 离分别故 便于十方 修行一切诸善功德 尽其未来 以无量方便 就把一切苦恼众生 令得涅槃第一意乐 以其如是愿故 于一切时 一切处 所有众善 随以堪能 不舍修学 心无懈怠 为除坐时 专念于止 若于一切 惜当观察 应做 不应做 若行 若住 若卧 若起 皆应止观俱行 所谓虽念 诸法自信不深 而复即念 因缘和和 善恶之夜 苦乐等报 不失不坏 虽念 因缘善恶夜报 而亦即念 幸不可得 若修止者 对治凡夫 住者世间 能舍二圣 切弱之见 若修观者 对治二圣 不起大悲 狭烈心过 远离凡夫 不修善根 以此一故 是止观二门 共相助成 不相舍离 若止观不惧 则无能入菩提之道 赴赐 众生出学试法 欲求正性 其心切弱 以住于此 娑婆世界 自卫不能常 执诸佛 清晨供养 据为信心 难可成就 抑郁退者 当之 如来有甚方便 设护信心 为以专意念 佛因缘 随愿的生 他方佛土 常见于佛 永离二道 如修多罗说 若人专念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所修善根 回向愿求生 彼世界 急得往生 常见佛故 终无有退 若观彼佛真 如情修习 必竟得生 助阵定故 以说修行信心分 似说劝修利益分 如是 磨喝眼珠佛密藏 我已总说 若有众生 欲于如来 甚深境界 得生正性 远离诽谤 入大臣道 当持此论 思量 修习 究竟能至无上之道 若人闻是法义 不深切若 当之 此人定绍佛种 必为诸佛之所受祭 假使有人 能化三千大千世界 梦中众生 另行实善 不如有人 于一时请 正思此法 过前功德 不可畏欲 父次 若人受持此论 观察 修行 若一日一夜 所有功德 无量无边 不可得说 假令十方一切诸佛 各于无量无边 阿僧止结 叹其功德 亦不能尽 何以故 为法性功德 无有禁锢 此人功德 亦付如是 无有边际 其有众生 于此论中 毁谤不幸 所获罪报 经无量劫 受大苦恼 世故 众生但应养性 不应诽谤 以身自害 亦害他人 断绝一切三宝之种 以一切如来 皆依此法 的涅槃故 一切菩萨 应知修行 入佛置故 当知 过去菩萨 以依此法 的沉浸性 现在菩萨 经依此法 的沉浸性 未来菩萨 当依此法 的沉浸性 事故 众生应勤修学 诸佛圣 无灭 无去无来 勘然不动 明知为禅定 何明为禅官 达曰 新神沉浸 新神沉浸 明知为禅 照理分明明知为官 禅官自达 无有错 谬 顾明禅官 新神沉浸 不生 不灭 不来 不去 湛然 不动 明知为禅 问曰 何明禅定 达曰 禅定者 泛因 此明功德聚灵 三界诸佛皆说禅座 顾明功德聚灵 又问 何明禅法 达曰 禅法从通有次第 初学时从始终有七种关门 第一柱心门 第二空心门 第三无门 第四心解脱门 第五禅定门 第六真妙门 第七智慧门 助心门者 为心散动攀缘不住 专设念住 更无去动 顾明住心门 空心门者 为看心转追觉心空计 无去无来无有住处 摸索一心 顾云空心门 心无相门 为心尘尽无有相貌 非青非黄非赤非白 非长非短非大非小 非方非缘 占然不动 顾无相门心解脱门者 知心无系无处 知心无系无复 一切烦恼不来上心 顾明心解脱门 禅定者 西域犯阴 唐颜禁律 决心即进行时 住时坐时 卧时皆 西即进无有散动 顾明即进 真如门者 决心无心等同虚空 辩周法界平等不二 无谦无变 顾明真如门 智慧门者 实了一切明知为智 契达空元明之为慧 顾明智慧门 一明就尽道 一明大臣无相禅关门 则是修禅学道顾 禅有七种关门 大身念佛得十种功德 一者不闻二身 二者念佛不散 三者排去睡眠 四者勇猛精进 五者诸天欢喜 六者魔君部位 七者身正十方 八者三徒喜苦 九者三昧现前 十者往生净土 无心论 是菩提达摩智 夫智里无言 要假言而显力 大道无相为皆粗而渐行 今且贾力二人 还是无心能知无心 问曰 既若无心 即何无有见闻觉之 云和的有见闻觉之 答曰 我虽无心能见闻闻觉之 我虽无心能见闻闻觉之 问曰 既能见闻觉之 即是有心 那的称无 答曰 只是见闻觉之 即是无心 何处更离见闻觉之 别有无心 我惊恐辱不解 依依未辱解说 另辱的物真理 假如见中日见游味无见 见亦无心 闻中日闻游味无闻 闻亦无心 觉中日觉游味无觉 觉亦无心 知中日之游味无知 知亦无心终日造作 作亦无作 作亦无心 故云见闻觉之 总是无心 问曰 若未能得知是无心 答曰 辱旦仔细推求看 心作何相貌 其心复可得 是心不是心 未复在内 未复在外 未复在中间 如是三处推求 秘心了不可得 乃至于一切处求秘 亦不可得 当知即是无心 问曰 何上济云一切处总是无心 即何无有罪福 何故众生轮回六具生死不断 答曰 众生迷惘 于无心中而忘身心 造种种也 忘之未有 足可致使轮回六具生死不断 辟友人于暗中见物为鬼见神为蛇变身恐怖 众生望之亦复如是 于无心中望之有心造种种也 而时无不轮回六具 如是众生若遇大善之事 教令作禅觉物无心 一切业障尽皆消灭生死极端 譬如暗中日光一照而暗皆尽 若物无心 一切罪灭亦复如是 问曰 弟子于魅心犹未了神 一切处六根所用者印 答曰 与种种师为烦恼菩提生死涅盘定无心否 答曰 定是无心 只为众生望之有心即有一切烦恼生死菩提涅盘 若觉无心即无一切烦恼生死涅盘 是故如来为有心者说有生死 菩提对烦恼的名 涅盘者对生死的名 死皆对智之法 若无心可得 若无心可得 即烦恼菩提亦不可得 乃至生死涅盘亦不可得 问曰 问曰 无有心 星星不同目时 何以故 譬如天故 虽父无星自然出种种妙法教化众生 又如如意诸 虽父无星自然能做种种变现 而我无星亦富如是 虽父无星善能觉了诸法时相聚真般若三生自在应用 无防 故宝姬经云 以无星亦而现行 其同目时乎 夫无星者即真心也 真心者即无星也 问曰 经于心中作若未修行 答曰 但于一切事上绝了 无星即是修行 更不别有修行 故知无星即一切 寂灭即无星也 弟子于是忽然大悟 使之心外无物物外无心 举止动用皆得自在 断诸以往更无挂碍 及其作礼 而名无星乃为颂曰 心神像既无色无形 赌之不见听之无声 四岸非岸如名不明 舍之不灭取之无声 大极阔周法界 小极毛节不停 烦恼混之浊涅 盘尘之不清 真如本无分别 能辨有情无情 收之一切不力散之 普遍寒灵 妙神非之所策 正密绝于修行 灭则不见其怀 身则不见其尘 大道既好无相万象 咬好无名 如私运用自在 总是无心之经 和尚又告曰 诸般若终以无心般若 而为罪上顾为魔经云 以无心亦无受行 而西摧浮外道 又法古经 若知无心可得 法及不可得 罪服亦不可得 生死涅槃亦不可得 乃至一切尽不可得 不可得亦不可得 乃为宋纵 习日迷食为有心耳食物罢了无心 虽父无心能照用照用长计即如如 众约 无心无照意无用无照无用即无畏 此事如来真法界不同菩萨未辟之 言无心者即无望相心也 又问 何名为太上 答曰 太者大也 上者高也 穷高之庙里故云太上也 又太者通太之位也 三界之天虽有颜康之寿福尽 世故中轮回六去 为足为太 实助菩萨虽出离生死 而妙里为疾 亦为畏 亦为畏 实助修心望有入无 又无其无有双浅不望中道 亦为畏太 又望中道三处都尽 未皆妙觉 菩萨虽浅三处 不能无其所妙 亦为畏太 又望其妙则佛道至极 则魔所存 无存思则无思虑 坚妄心至永习 绝照俱进 既然无畏 此名为太也 太是礼及之意 上是无等色 故云太上 即之佛如来之别名也 无心论一卷 观心论